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变异数分析的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在做变异数分析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的基本的要求的条件 首先我们必须要要求母体 要具有常态的性质 每个母体都具有常态的性质 第二个母体跟母体之间 它是一个独立的 具有独立性 也就是说他们的话 是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所形成的 第三个同值性 我们要求的变异数 希望能够同值 所谓同值的话 就是我们希望它的变异数要相等 比如说我们这个母体 跟另外一个母体 差距很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这个变异数分析 就不太适合 我们要用其他的方法来去比较 那么这样子的结果不好比较 用变异数分析的话 就没有办法能够达到我们原来的基本条件 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同值性 独立性 常态性 有了这些条件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多母体之间的平均数的比较 利用ANOVA的方式来去做 那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单因子的一个ANOVA的模型 比如说我们来自于K个母体好了 总共有K个 这边有K个 那这边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到了这个上面的下标 不要觉得很麻烦 其实它是协助我们了解的 它假设第一个母体 这是第一个 我们全面全部的话都是 右边的是指的是第几个母体 前面指的是第几笔资料 它有N1个观察值 那么假设母体的平均数叫做μ1 第二个母体 这边后面都是2 前面有N2个 那么现在这个这是我们的代表性的 我们就用这个来代表 第J个母体有NJ个观察值 母体平均数叫做μJ 那么总共有几个母体呢 有K个 那么有NK个观察值 那么我们现在先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说 它是常态 那么XIJ XIJ指的是每一笔资料 是等于μJ 这是第J一个母体 然后这个地方是μJ 是第J的母体平均数 这个叫做什么呢 误差 我们希望这个误差 因为它本身这个是一个数字 这是它的资料 我们相减了之后 这个YJ就能够符合Normal 就是我们的常态性 因为它已经减掉了这个μ了 所以它的母体平均数应该是0 那它本身来说 它具有的是Sigma 是它的标准差 那么Sigma平方就是它的变异数 它都能够符合这样的要求 那么如果能够符合要求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的是 母体平均数 就是μ之间的全部的一口气的比较 现在我们按照前面所介绍的观念 这个地方 X上面打了一个bar double bar 这两个bar的话呢 指的是所有母体的平均数 那么所有的母体的平均数 假设所有的母体的话呢 是有n比资料 那么这就是全部把它加起来 这里 J指的是有k个母体 后面那个字 是指的是母体的个数 前面是里面在跑的 那么i等1的ni 这个是表达方式 全部加起来之后 总和除以一个n 代表的是总平均数 那么n我们知道 是nj的话呢 全部加起来的总数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第j个就代表性的 第j个母体的平均数 叫做μ 这个怎么说呢 这叫做 xjbar 我们不用μ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样本的部分 xjbar指的是 dj个母体的样本平均数 那么就是它的平均 这个我们看得出来 那么根据这个图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黑色的是等于绿色的 加上红色的 其实还不止 这个不但是 这两个相加等于左边 而且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的话呢 总和的平方 这个平方的总和 那么这边 的平方 它是会相等的 这是可以证明 那么因为的话呢 这证明的篇幅很大 所以我们就没有证明了 但是事实上 我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这个叫做sst 这个叫做s 这个叫做 组内叫做s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要知道的是 sst等于ssb 加ssw 而且顺便跟各位同学说 它的自由度 sst 每一个每一笔资料 减掉总平均数的平方 因为它有n比 所以它会降低了 一个自由度 所以是n减e 这个没有问题 再过来是 组间的部分 请问总共有几组呢 总共有k组 有k组的话来说 它这个地方 有k比资料 那么这个总平均数 也是源自于 这个k比资料里面的 所以它自由度 也会降低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是k减e 那么剩下来的 就是组内的部分了 组内的部分 我也可以解释 组内的话来说的话 这边的话呢 总共有多少 比资料啊 有大n个比 但是这个地方来说 它扣掉什么 它扣掉了xjbar 因为有k比资料的平均数 所以这些平均数 也是源自于 它这个理念 所以要降低几个自由度呢 要降低k个 所以是n减k 我们这样子 做好了准备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 母体平均数之间的比较了 那么比较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制作一个 ANOVA的表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ANOVA表 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个ANOVA的表 来做分析 那么怎么做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组间的平方和 我们叫做SSBetween 组内呢 叫做SSW 这个我们都可以计算 总和叫做SST 那么各位同学 这三个并不需要同时来计算 我们只要三个里面 算出两个来 另外一个 这两个相加会等于底下的 事实上这个总和SST 比较没有用到 所以我们要是算了SST以后 SSW就不用算了 那么它所对应的自由度 我们知道 总和的自由度 是全部的总数量 减一 这是降低一个自由度 那么组间的部分呢 总共有几组呢 有K组 所以自由度 是K 减一 那么组内的 就是剩下来的所有的 那么就是总共的扣掉 扣掉几个呢 扣掉的是K个它的平均数 所以是N减K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试着比较一下 这两个相加 是不是底下的这个 我们可以可以抵消掉了 没错 那么军方和是什么呢 军方和我们称为 MSB 那算法非常的容易 它就是左边的 除以右边的 就除以它的自由度就对了 这是一个 卡方的意义 SSB 除以K减一 组内的部分 MSW 是等于 哪一个呢 SSW 除以它的自由度 N减K 这个不用了 这边不用写 这个不用写 因为用不上它 那么F值 F值其实就是 这两个相除 就是F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了 F就是可以怎么写呢 MSB 除以 MSW 那么我们解释一下 如果说MSB 很大 很大的意思是代表的是 这个叫做组间 组与组之间的平方和 距离的平方和 比较大 如果够大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话呢 这K个母体里面 势必至少有两个以上 母体平均数会不相等 如果说MSB 很小 那么F值的话呢 就会很小 那这样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 这一个K个母体 中间的母体的平均数 可能是都差不多的 都是接近的 那么按照这样的规定 这样的规则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了解 怎么样去做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这个是单因子 变异数分析的例题 题目是说 我们想要对这个不同的教学法的喜爱程度 来做比较 A组叫做PPT B组是直接黑板演练 C组是线上教学 那么我们抽各五个人 那么其中这个五个的话呢 要让同学知道一下 我们不需要都要一样 那只是因为为了立体的方便 我们就用一样的数字 那么我们也顺便跟各位同学解释 什么叫做单因子 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对象叫做教学法 所以因子就是教学法 我们没有第二个一起研究的对象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只有一个因子 叫做单因子 那么现在把我们的这个数据 来列出来看 数据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A组的话呢 它的分数都达这边 它的平均5.2分 B组数据在这边有五个人 它的平均分数7.6 C组这五个人平均是五分 那么全部这15个人的总平均多少呢 总平均是5.9分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分析 要分析 那么就要准备要建立ANOVA表 在建立ANOVA表之前的话呢 我们现在要把组间的变异 还有组内的变异 那总变异都把它先算出来 现在先算组间的部分 组与组之间的 那就是各组的平均数 跟总平均之间的差距的平方 那么我把它列出来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那么要注意的是什么 5.2在这里 5.9是这个 5.9是总平均 距离的平方 各位同学的话呢 因为它有12345 我们还要再乘上一个5 再加上第二个 7.6到5.9之间的距离 第三个呢 5到总平均5.9的距离的平方 那这边都有五笔资料 好 我们把它算出来 这个值算好以后 我们顺便要把它的自由度也列出来 那么我们来解释自由度 这是一个纯粹的数字 它不是变数 我们就不要管它 现在我们看 这是一个变数 这是两个变数 这是三个变数 所以原则上应该是三 可是这个5.9 5.9它是跟这里面是有关的 它也是源自于这三个的平均 所以我们要扣掉一个自由度 所以这边的自由度是几呢 只有2而已 再来我们来算的是组内 组内的这个状况的话呢 就多了 每一笔资料 都要扣到它自家的这个平均 每一笔资料 要扣掉自家的平均的平方 那么我们把它列出来 组内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第一个 8 4 5 5 4 扣掉它的平均多少 5.2 这当然不用乘以5 因为它只有一笔资料 第二个 是85979 85979 扣掉谁呢 扣掉的是 它的平均 B组的平均 还有C组 也要加起来 C组的平均是 44665 44665 全部加起来 等于26 好 那各位同学知道 怎么样去算自由度了吗 这个自由度 总共有几笔资料呢 总共应该有15笔资料 15笔资料里面 问题来了 这个是不是源自于它的 所以我们要扣掉一个自由度 这也是源自于第二笔资料的 所以我们要扣掉两个自由度 第三笔资料 源自于它的 那我们就要扣掉三个自由度 所以总共的话呢 有多少个 15个要扣掉三个 所以自由度是 12 那么我们的总 所谓的总头头的部分来说 就不用再额外的计算了 我们就把这两个 怎么样呢 做一个相加就可以了 SST就可以直接相加 那么自由度也不用说 总共 几个 15个 扣掉一个 所以自由度是 14 那当然直接用这个两个相加 也可以 好 我们把这个资料都已经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就来建立 ANOVA表 现在我把这个资料已经列在上面了 列在上面 这是刚刚我们计算的 事实上这个 要不要都没关系 但是我们还是填下去好了 来 我们看一下 组间的平方和 这个地方 20.95 在这边 再来组内的部分 这组内的部分 这里算出来的结果是26 总和呢 总和是46.95 各自的自由度 我们可以列上去 这是2 这是12 这是14 重点在这边 这个均方和就是 20.95除以2 那就是10.475 26除以12 来我们计算一下 好 2.167 那么我们的F值 就可以算出来了 这两个直接相除就可以了 这两个直接相除是多少呢 4.83 4.83 会不会差异很大呢 会不会很大 当然 一定要去查表 我们就把标准的F值 来列出来 现在我们看 这边的自由度是几 2 12 F有两个自由度 所以我们要从哪里找呢 自由度 2 12来抓起 来我们抓到这个 抓到了3.89 那我们这里是几 4.83 超过了 超过了 超过了代表什么 这三个平均数 有所差异 我们应该是确定了 叫做结论显著 这不是都一样的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大概的介绍了 变异数分析的这个做法 还有 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 变异数分析 不是在做 直接去算变异数的 变异数的话呢 的分析 它是利用变异数的方法 去直接去做 多组平均数的比较 那么也要各位同学知道说 其实那个就是所谓的 SSB除以它的自由度 再除以SSW 除以各自的自由度 两个的比值 就是我们的F分配 所以